总共四名自杀炸弹客 悬在人潮最多的星期五中午 冲进了当地两座的清真寺引爆 至少造成了142人死亡 351人受伤 恐怖组织ISIS更在网络上宣称犯案 但被美国白宫置疑 救护射疆伤患紧急送医 夜门首都沙纳的清真寺满目窗移 在人最多的星期五中午击倒时段 两座清真寺几乎是同时遭到自杀炸弹攻击 当地媒体报道 炸弹客装成残障 把炸弹藏在假石膏里 有人说自己被炸到两公尺外 现场横尸片也血流成河 极端组织ISIS更在网络上宣称犯案 还放话说这只是冰山一角 但美国白宫表示质疑 由于夜门政府不稳定 和叛军时常发生冲突 和刚发生博物馆攻击案的图尼西亚 邻国利比亚和埃及面临同样问题 经济和政治上都不稳定 才会给了极端组织壮大机会 记者神经报道